因为整个它减弱的情况不如预期 所以现在它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环流还是相当的完整 从明天清晨到明天的早上 其实都还是维持在一个轻度台风 这样的一个强度 预计要到明天午后 它才会减弱成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回避了47年之后 那么又有一个台风 登陆了高雄地区 这个台风就是山陀儿台风 而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12点40分的时候 登陆到高雄的小港 然后一路目前是缓慢的 在往北行径当中 我们从最新一报的警报区域图 你可以看到现在山陀儿台风 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轻度台风了 不过它的暴风圈范围 还是相当的大 目前几乎苗栗以南跟花莲以南 都是笼罩在暴风圈范围底下 那么要告诉大家 因为整个它减弱的情况不如预期 所以现在它还是一个轻度台风 环流还是相当的完整 那么因此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各地都还是要注意 9到11级的强震风 甚至在南部地区 还有花东地区 基隆北海岸 南部的山区 都要特别小心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 我们在从雷达整合图当中 我们就要来告诉您了 为什么它减弱不如预期 不是说山陀儿台风一进来 一登陆之后 很快就会受到地形的破坏 然后就会减弱成一个轻度台风 然后甚至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吗 可是我们放大来看 这个12点40分的时候 山陀儿台风它从小港地区登陆之后 目前的位置差不多就在屏东 还有高雄交界这个地方 它现在是非常缓慢的 缓步的往北走 而且山陀儿台风看起来 它还是蛮聪明的 也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台风 因为它避开了中央山脉 没有冲进中央山脉 当然它被减弱被削弱的程度跟速度 就缓慢许多 它非常聪明的选择 西半部平原比较平坦的地区北上 所以以目前中央气象署的 浅势路径图 我们可以看到 从明天清晨到明天的早上 其实都还是维持在一个 轻度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 预计要到明天午后 它才会减弱成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段时间 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 包括了南台湾 花莲台东地区 金融北海岸 跟大台北山区 都还是风强宇宙的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 也进一步来看看了 现在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整个三坨台风 它的一个环流跟外围环流 甚至台风的中心 有没有 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目前就在屏东地区 以在12点40分的时候 这登陆的时候为高雄地区 所带来的狂风跟暴雨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这狂风的现象 在高雄二港就出现了 创历史性的17级强阵风 暴雨的部分在屏东东港 也是在登陆那一刹那 出现了161毫米 这么如此 这么强大 这么样的一个暴雨 那么现在事实上 整个外围环流 还有环流持续侵袭着 也就是我们南台湾 台东 甚至整个东半部地区 像现在屏东的泰武 石雨量都含有51毫米 这样的强降雨 高雄的美农 也有48毫米 这样的一个强降雨 甚至在东半部 宜兰这边都有20毫米 到30毫米左右 我们进一步来看看 这样子整天下来 甚至五天下来 已经累积了多少雨 这五天下来 累积的雨量相当的可观 相当的惊人 台东的惊风 甚至都已经突破了 1600毫米 来到了1684毫米 春日也有1400多毫米 甚至瑞芳这边 累积五天913毫米 但是更惊人的是 这913毫米 绝大部分是在今天 累积下来了 因为光是今天一天的时间 它就创造了576毫米 如此多的 这样的一个累积雨量 风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从今天晚上 甚至到明天清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 这个是目前的观测 你可以看到 在高雄部分 现在其实 还是有将近 13到15级的强震风 那么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也都有8到11级的强震风 在澎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12级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这一段时间 台南以南都要注意 这震风都还是可以达到 11到13级的 而桃园到嘉义 也都会有9到10级 新北市的沿海 同样也都会有 9到11级的强震风 降雨的部分 气象局持续发布了 豪雨特报 要特别提醒的 那就是超大豪雨的警戒 包括了台东 包括了屏东 甚至高雄 还有就是基隆北海岸这边 是有超大豪雨的雨量的 那么大豪雨雨量的部分 也就是在红色的区块 包括了像是花莲 还有台北市的山区 要特别注意 甚至也都会有豪雨 甚至大豪雨 等级的雨量发生 所以台风登陆了 不要以为 它很快的就解弱 甚至不要以为 它很快的就瓦解 因此今天晚上 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还是要加强警戒 时间交还给雨淑 大家晚安 第18号台风山陀 目前的位置 在台湾屏东的陆地上面 过去三个小时 因为它待在陆地上的时间 相对是比较长 所以它的强度是明显的减弱 中心风速达到每秒25公尺 而且它的暴风半径 也略略缩小 来到只有150公里 而它目前的暴风圈 正笼罩着包含在台中以南 花东南投跟澎湖的陆地 那么在苗栗到桃园 则是逐渐拖移了警戒区的范围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 在陆地上的警戒区 还包含了新北市跟基隆 这两个地区处于是降雨警戒的部分 因为受它的环流的影响 和地形的交互作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还是容易比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而至于海上警戒的范围 还是包含了台湾海峡 东沙岛海面 巴士海峡跟台湾东半部海面 海上的风浪还是比较偏大 作业船只还是要严加戒备 那我们透过雷达回坡图 可以稍微看到 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屏东的陆地上 跟稍早的雷达回坡相比 在它整个西半侧的队流 是明显减弱了许多 因此整体的降雨来看的话 在最近这一两个小时 高雄的下雨已经逐渐的 有稍微趋缓下来的趋势 不过包含在屏东 台东 花莲 甚至宜兰 新北这些地方 它的时雨量都还有来到 40毫米左右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这种强降雨的情形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这个台风的位置 还是会在这里附近 近似滞流打转的情况 那因为它的移动速度 并不是太快 附近的环流还是比较多的水气 因此我们还是要请在 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南部跟台东可能水气 相对还是比较偏多 今天晚上还是要注意降雨 相对是比较持续热的 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在 北边的这个北海岸的部分 还有大台北山区 宜兰地区 外围环流的影响 环流的影响情况之下 下雨的情况也相对是 比较明显一点 我们透过我们目前的 豪雨特报也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发布的 超大豪雨地区 包含了基隆市 新北市 还有高雄 屏东 台东 另外在大豪雨的区域 包含是华联的山区 还有台北市的山区 此外在新北 宜兰 花莲 跟台南澎湖 还是有豪雨的几率 其他县市有一些 大雨的情况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么整体晚上的 下雨来看的话 是比早上相对趋缓下来 不过可以透过 我们的定量上水月报 都看到 比较偏南台湾 也就是南部地区 南花莲 台东地区 下雨的情况 相对还是比较明显 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在基隆北海岸 跟大台北山区的地方 也相对是比较明显 然后如果环流 它的对流移进来 在宜兰地区 比较多一点的情况 宜兰地区也要注意 有一些局部 较大雨势的情况发生 那么另外 我们看一下 路上强风的部分 从路上强风 可以看到 目前发布的区域 包含像新北 一直到屏东 台东的南雨绿岛 还有澎湖 马祖 这些地方 还是要在今天晚上 留意可能会有 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预估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整个风率会稍微减弱 不过在马祖 澎湖 跟台南 以北地区 还是要留意 海边 还是有一些 较强阵风出现的情形 我们也会为大家 说明一下 未来这一周的天气 明天可能受到台风 或者是热爱性 低其他的影响 台湾上空的水气 还是比较偏多 天气有点不稳定 外出的时候 请大家还是 期待与具备用 不过整体下大雨 或是要好雨的情况 会变得比较局部 变得比较零星 没有向前的范围 这么的广 那么在这个周末 周六周日的天气 主要受到偏东风的影响 偏东风的影响之下 迎风面地方 下雨的几率 相对是比较高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 而在我们西半部地区的 天气来说的话 相对上半天比较稳定 下午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而下周一开始 又受到下一波的 东北季风增下的影响 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北台湾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下雨几率又为提高 其他在中南部地区 属于偏向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也跟大家看一下温度 在未来的温度来看的话 从周五到周日这段时间 温度相对还是比较偏到 温暖到舒适的 高温可以逐渐回升到 29到32度左右 低温的部分倒不会太低 大概都维持在 24到26度之间 不过刚刚有提到 下周一是今年第一波 东北季风来报道 到时候温度在北台湾部分 红色的曲线 会稍微略降一点点 低温的部分会来到 22到24度左右 而高温的部分来到28 不过对于其他地方的感受的话 则是早晚稍微感受 偏良一些些的 所以我们还是为大家提醒一下 在这个台风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今天晚上到明晨 南部东半部 激动培安案跟大台北山区 还是要持续注意这种降雨的情形 您的原因 感谢观看